先鼎礼感恩,根本传承上师,圣尊严,圣佛佛。 那么,真佛中立代传承祖师,彩虹雷藏士, 谈诚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 各位上师,法师,各级红法人员, 以及各位同门,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 今天我讲的这个第196册清凉的书签, 那这本书呢,我在今年的4月7号, 在台湾已经讲过一部分, 那今天呢,我是讲它其他还没有完成的部分。 那今天我讲的第一篇文章呢, 这是第二十二页,填不满空虚的心。 那记得有一个,有一个副家的少奶奶, 那她本身就写了一张字条给师尊, 她就问,她说,自从她加入这个豪门, 公婆对她很好,先生也对她很好, 生活起居,一缺顺畅, 物责享受非常的丰盛, 什么都好, 那总是感觉缺少了什么。 她就问世尊, 如何快乐? 那世尊在这篇文章呢, 就说了, 那我的回答是, 每天,把每天生活的小事一一完成, 只要工作完成了,就很快乐。 那我的回答, 相信很多人不一定赞同, 但我的确是这样子的, 我说,做好每一件小事, 就是做大事。 其实世尊简单地讲这些, 这几句话呢, 是要告诉我们, 那其实快乐, 不是只是追求外在, 物质上的东西, 而是向内追求一种, 心灵上的一种生活。 所以我记得在香港, 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艺人, 他也是一个节目主持人, 那么他赚到钱的时候呢, 他本身就是喜欢享受物质上的东西, 那吃的要好的, 那住的也是要一些豪宅, 那坐的车呢, 也是名贵的车, 穿的也是名牌。 那有一次呢, 他有空档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约他, 约他去台湾, 台湾做什么呢? 就是去参加一些短期的出价生活, 那么只是七天而已, 那七天过后呢, 那他就回来香港, 那香港就有记者就特别去访问他, 那么你经过这几天呢, 这个短期出价生活之后, 有什么感受? 他说, 其实啊, 欲望的追求呢, 是无穷无尽的, 他感觉, 其实追求内在的平静呢,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呢, 都是想, 一直想快乐, 这个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 但是如果在佛法告诉我们呢, 其实, 你真正在修行方面呢, 不一定只是追求外在的, 你就已经感到一些快乐, 所以, 记得以前在宋朝的时候, 那大家也听过苏东坡嘛, 那当时, 有一个老法师呢, 就特别送了这个苏东坡三句话, 他说, 做人要知足, 做事要知不足, 做学问要不知足, 他送了这个苏东坡三句话, 其实他是有因缘, 等一下告诉大家, 所以有时呢, 第一句话是特别的重要, 那做人要知足, 其实是告诉我们呢, 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而不要追求一些没有的东西, 所以有时我们身边有很多事情呢, 很多的值得我们去珍惜的, 像有一年, 这个新春的期间, 那有一个同门呢, 就求了一支签, 在我们佛堂, 他求了一个桑桑签, 他就问我, 那上师你说这个好不好签呢, 那大家也知道嘛, 桑桑签当然是好了, 但是我问他, 你求什么呢, 他说我求财, 为什么我现在六十多岁了, 还没有财呢, 那我就问他, 我说你的健康怎么样, 他说我现在六十多岁, 最近去医生检查, 那医生说呢, 我虽然六十多岁, 没有血压高, 也没有胆固醇, 那健康还算是好, 那我又问他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对你怎么样, 他说我的孩子每个月, 都有固定的给我一些零用钱, 然后我就对他说了, 其实啊, 你现在已经很富有了, 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大家都知道, 我们说健康是最低重要嘛, 健康就是财富嘛, 那你的儿女孝顺你, 那你也是一个财富啊, 你不要只是看在钱方面, 所以后来他好像明白了一些道理, 其实啊, 我们在这个人生, 过程当中呢, 其实有钱不一定买到快乐, 好像你的健康, 那你肯定很难买到, 有钱也买不到, 好像你的家人的对你的关怀, 孩子对你的孝顺, 其实这些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珍惜,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不要一直追求一些不知数的未来, 好像钱到底多少才算够呢? 有些同学说, 我现在很忙, 所以没有时间去修行, 等我赚到, 赚够了钱, 那我才来修行, 其实这些钱方面, 什么数字才算够呢? 很多人就一直在追求追求外债的, 所以有时稍微想一想, 给我们一些灵性的修持, 所以第一句话讲, 做人要自主, 让我们明白呢, 其实我们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那做事要自不足, 那记得我们西雅图的, 西雅图这里有一位法师嘛, 那很多从外地来的同门呢, 就请这个法师带他去旅游啊, 观光, 这个法师呢, 肯定是带他去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呢, 就是去, 大家听过李小龙啊, 就是埋葬在这里, 李小龙的坟墓, 那第二个地方呢, 就带他去看世尊的这个巴拉, 那个闭关的以前, 所以就是这两个地方, 我讲这个事情呢, 是要告诉, 就是李小龙啊, 他本身为什么能够在全世界, 都很多人认识他, 很多人都赞同他, 他的舞蹈, 他的舞俗很好, 其实啊, 他本身的一个左右鸣, 他说了, 他经常说一句话, 做任何事情, 要先控了自己, 所以他向别人学一些, 有很多的, 他有一些弟子嘛, 很多弟子向他学习的时候呢, 他一定跟他说, 你要放下, 你要先控了自己, 才跟我学, 而他本身呢, 他向人家学习, 也是要先放下自己的, 所以你知道他的双解棍打得很好嘛, 其实他是向一个, 菲律宾的弟子学习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 先放下自己呢,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像我们学佛修行, 也是一样的, 你能不能够空了自己, 有时, 所谓空了自己, 就是先放下自我, 来学习别人家的长处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所以当你懂得学习别人家的长处呢, 你在你的身上, 你再发挥出去呢, 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大, 好像李小龙这么, 他这么能打, 其实他有很多的师傅, 他有整十位的师傅, 来教他学习, 他很用心的学习, 所以呢, 我们学习佛法, 也应该要懂得先放下自己呢, 你才能够学习别人的长处, 这个就是自己一种, 学习佛法的一种道理, 那第三呢, 做学问要不知足, 其实这几句话呢, 他的缘起, 是因为苏东波, 他本身呢, 很年轻的时候, 他已经很有才华, 所以他觉得自己呢, 学习了很多, 他连他的老师呢, 也教不到他, 他的老师觉得教不到他的时候呢, 临走的时候, 就送给他一个牌匾, 就写着, 学海无牙, 那么苏东波看了这个四个字之后呢, 学海无牙, 他就冷笑一下, 当天晚上, 他就写了一个对联给自己, 他写什么呢? 读篇天下树, 试经人间字, 他以为他自己学习很多, 读了很多书, 没有什么字他不认识的, 他就挂在他的家的客厅, 那有一天呢, 那他因为他的佛缘也是很好嘛, 那有一个老法师就来拜访他, 他一看, 这个对联, 读篇天下树, 试经人间字, 觉得他好像有点很高傲, 然后呢, 就拿了一本很深的这个佛经, 佛经给他看, 问他一些字, 你认识这些字写什么吗? 那苏东波一看之后呢, 觉得, 其实还有很多字我不认识的, 他就觉得自己很惭愧了, 想把这, 拿这幅堆联丢掉, 然后那个老法师说, 那这幅堆联呢, 其实不用丢掉, 我加上几个字就好了, 他加了什么字呢? 他加上, 发分, 发分读篇天下树, 立字试经人间字, 这幅堆联就写得很好了, 代表他很发分图强, 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所以有时呢, 我觉得这几句话也是, 蛮有道理的, 有时我们看一看, 做人要知足, 做师要知不足, 做学问要不知足, 那有时可以免疫一下自己, 那么, 第二篇文章呢, 就是讲到这个, 第三十页, 天堂地狱是不是糊软的, 其实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有一个问号嘛, 到底有没有天堂地狱呢? 那我就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写这个日本, 日本有一个很出名的禅师, 叫做白影禅师, 那么这个白影禅师, 当时在日本是很出名的, 那有一天呢, 有一个武士, 特别去挑战他, 这个武士去到, 这个白影禅师的寺庙的时候呢, 他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说, 问这个白影禅师, 到底, 有没有天堂地狱? 这个白影禅师说, 有, 然后这个武士呢, 就对他说了, 你说有, 请你带我去, 你当时如果给你, 你是怎么做呢? 那当时呢, 白影禅师, 他就不出生了, 他就静下来, 闭目, 过了一阵子的时候, 他就张开眼睛, 然后呢, 很凶的样子对着他, 然后就, 来之后就骂他了, 那你, 哪里算一个武士, 看你简直算一个懦夫, 根本不配做武士, 你还配做这个, 这个刀, 这个武士刀, 然后呢, 用了很多不好的语言, 一直骂他, 那这个武士呢, 骂骂骂他, 他就很生气嘛, 拔起这个武士刀, 就追着这个白影禅师了, 白影禅师赶快躲在柱子上, 哎, 等等等等, 那, 刚才呢, 你已经在地狱之中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 起了这个, 很不好的念头, 起了这个杀人的心嘛, 所以当时, 你就在这个地狱了, 所以, 这个武士, 忽然意识到, 刚才真的很失礼, 不应该拿着刀来, 追着这个白影禅师嘛, 所以他就觉得, 很不好意思了, 就向他道歉, 刚才很失礼了, 然后白影禅师对他说, 那, 这一下呢, 你就身在这个天堂了, 其实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呢, 其实天堂地狱都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你的念头你是善的, 那你的环境都是好的, 所以当你的心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呢, 尤其是杀业的念头是很不好, 所以你的环境, 就是由你的心去主宰的, 那我记得, 我有一次去这个瑞典, 瑞典这个修德堂, 你知道瑞典修德堂, 他那边蛮多大学生的, 而且他们的知识真的很丰富, 那我记得有一个博士生, 他就, 法会结束之后, 他就特别来问我一个问题, 他问我什么呢, 他说, 请问, 请教一下, 什么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他简单问字几个字, 那我, 我是这样子回答, 我说, 其实放下的, 不是你手上的刀, 因为你手上的刀呢, 不会伤人, 真正应该放下的, 是你心中的恶念,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 我相信每天每个人都会拿起刀,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会伤害别人呢, 就是因为你们想的是一些善的念头, 你们可以用这个刀, 用来切水果啊, 切菜啊, 这个你可以去应用它, 所以当你的心中起了这个恶念的时候呢, 他会做了一些, 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万法违心照, 当你的心, 时时保持一个善念, 其实你的心已经生在一个, 成佛的道路之上了, 所以我只是这么回答他, 我也不知道他认同不认同, 那我觉得, 是任何事情呢, 是由你的心而引发出来的, 那我在1990年, 到1996年呢, 这六年我就生活在英国, 大家如果有去过英国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知道有个很大的教堂, 这个教堂就叫做西敏寺, 西敏寺大教堂, 这个大教堂的, 我也去参观过, 这个大教堂呢, 最底下, 其实是一个坟墓来的, 他们称为就是墓碑林, 那埋葬的都是有名的, 那些国皇啊, 那些归族, 还有一些名人, 比如说这个牛顿, 达尔文, 狄根斯, 他们都是埋葬在那个地方, 那其实在这个墓碑林呢, 有一块墓碑, 它文明全世界的, 很多人都认识, 但是呢, 这块墓碑呢, 没有名字, 也没有年份, 只是一块墓碑, 为什么能够闻名全世界呢? 因为它里面的碑文, 里面的碑文写得很好, 它是写英文嘛, 它的大意是这么说的, 它说, 当我年少七生的时候, 我很想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 当我人到中年的时候, 我发觉, 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呢, 我推而求吃, 只是想改变这个国家, 当它轮到老年的时候, 它发觉, 它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国家, 于是呢, 它再次的向自己妥协, 只是想改变自己的家庭, 大家也知道, 大家也知道, 其实改变不容易, 它发觉, 当它躺在冰床上的时候, 它发觉, 改变这个家庭呢,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当时, 它忽然就回首一生, 如果当初, 我没有这么大的野性, 去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国家, 或者改变自己的家庭, 只是单单改变自己做, 改变自己的心开始, 可能我已经改变自己的家庭, 由家庭呢, 影响很多的人, 所以最后呢, 可能会影响改变国家, 甚至于全世界, 最后一个问号, 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其实, 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 因为, 我觉得, 我们想改变外面的环境呢, 真的不可能, 我们很, 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我们怎么可能改变人家的思想, 改变人家的语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唯有的, 就是改变自己, 外面的世界呢, 如果你的心, 是变成好的, 你看一切都好的, 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 所以如果你的心觉得, 什么事情都很烦, 什么事情都不如意, 那么你这个世界呢, 都不会很好, 你的人生呢, 也不会快乐, 所以这个也是讲一个新的问题, 为什么世界上, 有这么多的战争, 有这么多的这些摩擦呢? 其实就是因为人的心呢, 偏差了, 所以才会有斗争呢, 人与人之间呢, 就不合, 这个就是一个人心的问题, 所以天堂地狱呢, 只是在你的一念之间, 这篇讲完了, 那下一篇呢, 佛教不切实际, 那有人就写新闻世尊嘛, 说说, 华世尊把世俗生活, 看成是虚幻, 如路如电, 如梦如泡, 等于否定了世俗的一确, 试问完全不重视人生的价值, 对吗? 那世尊回答, 人生确实是暂时的, 而且是短暂的, 所以诗人也常说人生如梦, 尤其是有很多人生活在苦难之中, 或是遭风巨大变故的人, 都会感叹世事变幻无常, 非常的虚幻, 但是佛教并非否定人生的价值, 只是不执着而已, 所以最后这几句话, 佛教并非否定人生的价值, 只是不执着而已, 其实人生本身的价值,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杂志社, 他就做了一个访问, 他就访问很多的人,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也是同样的,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所以他访问了很多的知识分子, 很多的高层, 也有中下层, 他就访问了很多人, 最后呢, 他得到一个结论, 其实呢, 评论一个人的价值呢, 并不是说他拥有多少的财富, 而是说他真正的帮助了多少人,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他本身在做的一个调查, 所以他最后结论呢, 是奉献, 所以我觉得呢, 好像我们世尊, 他几十年来写这么多的书, 其实就是一种奉献, 我觉得还有开示也是很多嘛, 但让众生, 因为知道很多的众生都是很有苦难, 都是很烦恼, 所以希望经过这些书呢, 能够让一些人开解他们, 让他们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快乐,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也是很赞叹他的, 这个就是Mater Teresa, 如果有看过Mater Teresa, 她的那个书呢, 《字砖》呢, 大家都会明白, 所以在她的《字砖》里面呢, 她说到, 那有一天呢, 她做了一个梦, 她就梦到自己去了天堂, 然后呢, 去到天堂的时候呢, 那边的天神就挡住她的路了, 她说, 你不可以进来, 她说, 为什么我不可以进来, 因为人间还需要你, 所以她本身, 这个可能是一种笑话, 的确, 这个Mater Teresa呢, 在这个印度, 尤其是印度, 最贫穷的地方, 叫一个加尔格达嘛, 最贫穷的那个地方, 我看她那个文章的时候呢, 她就在那个加尔格达, 就是成立了一个临终观, 叫做垂死之驾, 好像是垂死之驾, 她就专门找一些呢, 无依无靠, 快要临终的人, 就去到她的地方, 其实她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她明白, 人呢, 到了临走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 一种心灵的关怀, 所以她在那边呢, 是帮他们做一些, 临终的辅导, 希望他们走的时候呢, 能够很安详的, 离开这个人间, 所以她做这件事情, 也是很有意义, 我觉得是很有价值, 能够帮助很多的人, 让他们能够得到心灵的一种, 一种安慰的, 那下一篇, 这个三, 什么事都是命中注定, 好像五十八页, 什么都是命中注定, 其实, 大家也知道嘛, 我们所谓命中注定呢, 就是我们的一种宿命, 就是你前世, 有多少福分呢, 你前世造了多少业, 那么带来现在呢, 这个叫做宿命, 那么我们学习佛法呢, 是打破这个宿命, 是叫做立命, 所以大家都应该会看过这个, 秒凡事讯嘛, 秒凡事讯就已经告诉他, 告诉很多人呢, 让很多人明白, 其实呢,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他写写这个了名, 了凡事讯呢, 第一个就是立命之学嘛, 第二个就是改过之方, 第三个是, 改过之法, 第三是祭善之方, 第四呢, 是谴德之效, 其实最近在正佛报, 也是有讲到这个, 鸟凡事讯有刊登出来嘛, 所以大家看了, 都会明白, 这个鸟凡事讯, 这个内容是讲什么, 其实命运呢, 真的是可以改变的, 我记得有一个同门, 他以前呢, 开始做生意的时候, 他是香港的, 开始出来做生意, 他们夫妇, 在大陆那边做生意, 开始出来创业很不好, 环境也非常的不好, 那么有一天呢, 他就, 他坐驾着车, 在路上走的时候, 那他的先生呢, 就好像听到, 有小孩子哭的声音, 那么他就问他的太太, 你有听到吗, 好像有小孩子哭的声音, 他的太太说, 好像没有听到, 那不然我们走回去, 看一看好不好,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么他就, 转过车, 回去看一看有什么事情, 他就看到路旁边, 有一个包裹, 那么他们下了车, 就看到这个包裹, 打开一看呢, 原来真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哭声嘛, 真的是一个小女孩, 到处看, 没有人, 没有人怎么办, 如果你一直放在那边呢, 可能会没有生命的, 他就抱回去, 抱回去之后呢, 就开始抚养他, 所以他觉得, 自从抱回这个小女孩回来的时候, 他感觉他们生活的环境, 人事方面都有归人出现, 慢慢他们现在, 已经两家大工厂的老板了, 所以我讲这件事情呢, 其实只是带出一个重点, 是让他明白, 我们佛教有一句话, 经常说的, 救人一命, 身遭七级佛徒, 所以当你让人家这个生命呢, 你帮助人也好, 你救人家的生命也好, 其实这个功德是非常的大, 也是很快速改变我们的命运了, 大家以前应该有, 以前有一个永明禅师, 我后来记得, 以前有一个永明禅师, 当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 他本身是一个税务官, 他做税务官的时候呢, 他最喜欢放生, 因为放生他的钱用完了, 就偷偷的拿这个, 他税务官就是打税嘛, 他收了很多这个政府, 这个朝廷的这个钱嘛, 就偷偷拿去放生, 最后呢, 给朝廷的大官发现了, 你知道以前呢, 亏空供款嘛, 就是要这个杀头的, 所以当时呢, 他最后被判了这个死刑, 那么他本身呢, 这个永明禅师, 一点恐惧都没有, 他要领砍头的时候, 他的那个官员问他, 你有什么话说, 他说我没有什么话说, 那我认为我这个生命呢, 是值得的, 我一个人的生命, 能够救回千千万万的生命, 我觉得我这个生命是值得的, 所以你看呢, 最后呢, 他们没有砍, 没有砍他的头, 将这件事情呢, 报告去朝廷, 然后呢, 就赦免他的这个, 这个罪行, 就后来没有事情了, 所以这个也是放生的一种功德, 也是救人家的生命, 那还有一, 因为还有十分钟, 那还有我想讲一讲, 这个剥叶是什么东西, 第122页, 大家也知道嘛, 剥叶就是智慧, 那我记得, 我们师尊讲过嘛, 佛法最高追求的, 是智慧,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被很多事情, 会影响, 比如说, 自己家庭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儿女的问题, 还有最重要的是, 人与人相处的问题, 都会令到我们, 产生很多的烦恼, 所以当我们人, 学习这个佛法呢, 有智慧, 就能够, 转化很多, 不如意的事情, 也可以转化很多的烦恼, 所以烦恼其实, 你说有没有呢, 其实他本身是没有自信的, 只是因为我们人的一个执着, 才会产生很多的烦恼, 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呢, 他很努力的, 他想追他的影子, 影子, 想追他的影子, 但是呢, 无论他跑得多快, 影子呢, 永远在他的前面, 那后来呢, 有一个知者, 就对他说, 其实, 你这样子追, 永远也追不过这个影子,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转过身来, 你的面向太阳, 影子就在你的后面了, 所以这个一个转身, 我讲的比喻就是一种智慧, 你转一个念头, 转一个看法, 人生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影子代表什么呢, 影子可以代表是我们人的一种烦恼, 影子可以代表我们人的一种不如意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想超越这些烦恼, 对不对, 但是你要超越这些烦恼, 你必须要这个佛法的智慧, 因为你没有智慧, 你不能够看破它, 你也不能够放下, 很简单一个道理, 以前有一个修行人就问一个大师, 他说, 他说如何修行成就, 那个大师很简单对他说, 看破放下, 然后他就问他, 他说就这么简单看破放下, 没有错, 看破呢是一种智慧, 放下呢是一种功夫, 所以这个修行人又问他, 如何的看破放下, 这个大师说一个字, 舍, 舍什么呢? 舍不是说我们全部, 我们所有的事情, 什么我们都不要, 不是, 舍一个字呢, 我的理解是不执着一缺, 你能够舍去的, 不是说你不能够拥有它, 而是你不执着它, 我记得世尊很早期, 该写过一个, 一篇文章写到一句话, 很重要, 世尊什么写呢? 世尊说, 我的心法, 已经传给大家, 世尊的心法是什么? 世尊的心法已经传给了我们了, 其实呢, 很简单, 只有两个字, 就是, 驱择, 驱除执着, 所以这两句话, 就是一种, 真的是一种无上的智慧, 你能不能够, 真的很多事情呢, 你能够不执着, 你能够看破它, 这个必须要我们有这个智慧, 才能够转化了,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在我们人的一年之间, 因为时间真的有限了, 最后我讲多一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那有一对夫妻呢, 经常在家里吵架, 那经常都在家里, 为了小事情就吵架了, 后来呢, 他的先生就买了一幅字画, 挂在他家里的大门口, 家里的客厅, 后来他们夫妻就不吵架了, 那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幅字画呢, 很简单的, 也是只有四个字, 写着什么呢? 太太太太太太怕我, 所以他的先生, 每次看到这幅字画呢, 自然, 他说, 我的太太既然怕我了, 所以我就迁就他一下, 包容他一下, 也不要跟他吵了, 那么他的太太呢, 他的读法又不同, 他是从右边读过来, 我怕太太, 所以他就想一想, 既然先生都怕我, 我也迁就他一下, 也不要跟他吵了, 所以他们多年的夫妻的争吵呢, 就是因为一个字画, 而化解了他们的一些经常的烦恼啊, 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学习佛法呢, 真的智慧很重要, 所以最后勉励大家, 这个师尊的心法, 已传给了我们, 大家记住师尊这两个字, 曲折, 曲除执着, 谢谢大家。